我們講演員就是一個舞台 當個製作人你必須有一個平台 當你喜歡這個行業之後 你離開它你會很痛苦 當然我們為生活會轉到其他行業去 那其他行業我們就做起來 就是會有點KK的 就是做的心理不是很快樂 因為你是為了生活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阿比妹妹說 我是阿比林蕙君 李鋒馨相信大家看到他的臉 就會想起這段話 李組長眉頭一皺 發現案情並不單純 經典旁白配上皺眉表情 讓觀眾印象實在太深刻了 從80年代類戲劇開始 李鋒馨就當起了資深螢幕景觀 李組長也成了他的代名詞 那時候開始只要案情講到你的部分 就會先來 對對對對對 就會有一個眉頭一皺 對對對對 對面你皺牌 就是 我現在到醫院戴口罩戴帽子啊 那個護士啊 誒 李組長好 我說這樣你看出來 蛤 這樣暈的事後 還有你的眼神啊 你看也知道了 我說我這樣 你看得出來啊 即便這麼久沒演李組長 他急性演出 戲魂馬上上身 破管金銀骨味道 瀰漫在整個房間裡面 這感覺是從未有過的這種臭味 民國85年11月21日上午8點15分 接連的幾聲槍響 劃破了桃園清晨的寧靜 也劃下了台灣治安史上 最嚴重的槍擊血案 90年代桃園縣長劉邦有血案 槍擊要犯張錫民綁架案 社會街頭上演真實槍戰 使得刑案凶殺類戲劇收視當紅 也讓李組長深皺的眉頭 從沒放鬆過 那是在90幾年拍《紫紫蔓陀螺》 那個節目是我做的 那我那個編劇的大師兄 他就說 老是看你那個 以前演童年演什麼都皺眉頭 他想說 李組長沒頭一皺 發現案情並不單紫 他就在這邊練 這個梗不錯 他把他卸下來了 我們在演類戲劇的時候 其實是不好演的 因為旁白 你要跟著OA史去做人的表情 那個一開始是很難去抓那個Tembo 因為我們演戲的時候是 跳著拍嘛 所以有時候你在拍你單獨 單獨那個表情戲的時候 他其實你前面是沒有屍體的 但是你感覺說你前面就躺了一個死人 你要怎麼去看 然後你的眼睛要用什麼視線去看 高度 那視線在腳步在哪裡 讓攝影能夠抓到你的那個感覺 編劇的神奈一筆隨性加進劇本裡 意外成了精緻招牌 警察犯案的正氣再帶入靈異元素 讓收視率不斷飆升 也遇上了寒毛直立的狀況 我們在一個舊的那個什麼宿舍 七天房間 那邊拍個秘密現場 中間有一間房間燒掉了 燒掉後來那天晚上 我們是八點半會九點我們要拍 燈光收音一切就緒 卻沒有想到女主角忽然痛哭流涕 李組長納悶地走過去 女孩卻說 話語冰涼刺激 劇組人員無不倒抽一口氣 李組長為了壓住現場狀況 親自走過去看一看 退圍到劇組團隊裡面 這時那位哭不停的女主角 小聲地對李鳳青說 一問之下才知道 劇組開拍為了求快 少了傳統會做的一道手續 我們都會拜兩個地方 一個是土地公 一個是好兄弟 告訴地方的鬼神 說我們在這邊要拍什麼片 然後會有一些神鬼之類的東西 如果有不知道的地方去觸犯到 請諸位鬼神神鬼 就是包含體諒 那在我們演藝圈來講的話 我們對這個是蠻尊重的 你說會不會演員什麼鐵齒啊 然後他就是不信這一套 然後就去觸犯他 我到現在為止其實我沒有碰過 就是當我們在拍 不管是拍命案也好 拍醫院也好 拍一些比較硬生的那種氣氛也好 其實演員都會 其實會跟我們一樣拜拜 他不會去講一些不敢講的話 對對對 也不會開玩笑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我們拍這個 以前我們拍的那一齊劇來講 還有很多是真實的案例 很多人以為 李鳳鑫的威夷是演出來的 但其實他是個貨真價實的軍官 從小就懷抱演員夢 其實我從國中開始我就很喜歡演員工 對那時候我就有去考訓練班 那可是因為家人的記憶狀況來講 不容許我們去做這些東西嘛 所以就沒有了 後來因為我家軍人背景嘛 那我前面姐哥哥都軍人 那我姐姐跟我妹也都其中固人 那後來我媽說你就一定要考學校 好吧 就沒有別選擇 就考軍校考政戰學校 那考政戰學校的時候 我說那我讀演技系好不好 我媽說不行讀政治系 所以我們那個年代其實就父母講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了嘛 就讀政治系了 就幹軍人了 聽媽媽的話 李鳳鑫去念軍校 後來也順利道歉兵單位服役 當了11年的軍官 禁錮軍中數饅頭 卻教不習他的演員夢想 民國82年 國軍修改政令法規 志願意服役滿10年 就可以申請退伍 成了李鳳鑫解鎖的鑰匙 我們家家庭革命 因為他們都還是在現役的嘛 對 那我媽說 退伍不啊 退伍拿去 我就悶坑不想就打報告了 後來拿退伍 一定我退伍了 他毫不猶豫 把從軍時存了10年的百萬機續 全數投入買了它 全台灣有五部 我是第五部 那一台機身 一個機身就是120多萬 一個鏡頭是40多萬 然後加上燈 全部合起來200萬 用的是最頂端的攝影機 讓類戲劇興起 一開始其實我是演反派的 我是演殺人犯啊 什麼反派的 後來演了幾集之後 然後有個導演說 誒 李哥啊你就來演個 其實我年紀沒有他們大 就叫李哥你來演個警察好 我說好啊 類戲劇一出接一出 李組長壯美緊丁工作 轉行看似成功 卻忽略了真實婚姻中 夫妻情感逐漸擴大的裂縫 馬上起來工作 白天就要睡覺 那我是白天在工作 馬上睡去睡覺 所以我們的生活 做其實就會有點顛倒 對技術的發展 對一些安排 我們會有一些摩擦 加上軍人世家 和舊友的父權思維 大男人的李鳳馨 埋下變異分離的伏筆 家庭是男人為主 我說了算 對不對 所以我三個案子說 我喜歡吃巧克力蛋糕 我們家人的身體 我前期我女兒都是 搶了一蛋糕沒有別人 就我又不喜歡吃什麼就行了 起初不明瞭分開的原因 直到女兒的這句話 她說你是不是亂 你跟媽媽為什麼離開 吵完之後我就覺得沒事 但其實誰知道 她其實都常在心裡跟東西 對 就會爆發出來 對 這是我女兒跟我講 我以前不曉得她說 你不懂女孩子心裡 夫妻情感是要去經營的 家庭是要去經營的 不是說我說了算 婚姻不像演戲 沒有喊咖重拍的機會 後來又遇上類戲劇 被質疑交壞孩子 而陸續收播 讓李鳳馨只得另尋出路 為生活會轉到其他行業去 那其他行業我們就做起來 就是會有點卡卡的 就是做心裡不是很快樂 因為你是為了生活 你必須要去做這個行業 你不做這個行業 你就沒有錢賺 來 客觀吃飯 有什麼單單都有 有七點飯 排骨飯 客戶飯 其實排骨的時間很長 比我現在工作的時間還長 但是覺得還戲劇是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不會覺得累 他曾經賣過便當 也當過客運公司的積合人員 來慰問過了 就是投資料也把一些慰問金 放放到三萬的手中 然後我們昨天也採購了一些 個人的簡便的一些喚醒用具 給他們 跟東南客運有這個緣分嘛 就過來做雞盒這樣 後來更擺攤 賣起了國民小吃 車輪餅 一般的傳統紅豆餅大概吃一兩個 就吃膩了 因為它很薄的皮 皮就餡 然後裡面就很餡 那個紅豆餅還是攪下去 它有點面 然後再攪到餡 就跟我們吃麵包一樣 它就不會膩 對 但是我覺得利潤的確不是很高 對 那競爭也蠻大的 對 那個東西夏天就沒什麼能吃 冬天才會很吃 夏天太熱了 對 那你車輪餅的話 你弄得不好口味 你要準備十一種口味 那個料你要準備好 那你那個料你第二天就不能用了 你當天不用完 第二天就不能用完 所以你每天你要轉到多少量 你能賣出好東西出去 你不曉得 所以我剛才做車輪餅的時候 一開始也是在賠了 就是說會準備量很多 然後到了晚上你賣不掉 回到家你第二天就不能用了 因為這個東西你第二天用到 萬一有人吃了烙塞 就很麻煩了 為了養女兒 李鳳欣繼續咬牙苦撐 而婚姻的破裂也讓他更懂得 珍惜眼前的親情 爸爸都會擔心自己 擔心自己難免的啦 但是我覺得他還好啦 他就是從小就是在攝影 所以他比較成熟啦 跟前期的事情玩的時候帶女兒嘛 所以一段時間我就沒辦法全心投入 那後來女兒途到高中之後 他回去跟他阿公阿媽住 那我就又回到工作領域來 那這個腰圍跟腰線 人預估他應該屬於那種偏瘦型身材 離潮時接觸的各行各業 意外成了拓展不同系路的養分 在演藝圈待了二十年 李鳳欣也精進自我 在高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 讀在職專班 我覺得人生就是要不斷地去嘗試 不斷地去經歷 你才有一個很精彩的人生 至少說我曾經這樣子活過來 成功與否就是看未來來看結果 但是過程已經是很辛苦 就是你一定要堅持 如果說人生如戲 那麼李鳳欣的人生恐怕比戲還要精彩 以上是我這回分享的故事 聽完故事你有什麼心得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阿比 如果想看更多也歡迎到台灣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單元 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們下回見 哈囉 everybody 現在阿比要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就是中天新屋王的APP上架囉 多一個下載多一份力量 現在請你掃描QR Code 完成下載 並且輸入阿比的推薦代碼 CTI216 或者是自身的CTI699 挺中天監督的力量 選擇 我們會有多 big 請進去 幫我試試看 跟馬上架 加了